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土耳西叙利亚大地震造成的遇难者已经超过17500人 有55000人受伤 72小时搜救黄金窗口正在关闭 挖掘机仍然在昼夜不停的工作 幸存者们在零下的气温中煎熬 据土序当局2月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周一凌晨发生的大地震已经造成超过17500人死亡 据土耳其副总统弗阿特的说法 土耳其约有14351人遇难 据叙利亚官方的数据 该国有3162人遇难 法新社说 这使地震的死亡总人数达到了17513人 灾难发生3天之后 找到幸存者的机会越来越小 天气状况也很恶劣 救援队星期四在迪亚巴克尔地区的废墟中救出了一名受伤的女性 但是埋在她附近的3人已经死亡 另外 在安塔基亚地区一名女童被救出 报道称 救援人员正在试图救出同样生还的女童的父亲 当挖掘机昼夜不停的工作时 气温再次下降 使那些无家可归的幸存者陷入了困境 在镇中的加吉安泰普市 今天清晨的气温降至了零下5摄氏度 体育馆 清真寺 学校和商店收留了幸存者 但是床位仍然紧缺 数以千计的人蜷缩在汽车里 或者临时的庇护所里过夜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认在灾难管理方面存在某些不足 在这方面 土耳其国内有很多针对当局的批评 该国的推特一度被限制访问 自周一地震以来 土耳其警方已经逮捕了十几名 在社交网络上批评政府的人 昨天晚上 一名新泽西市议员 在他工作地点外的停车场被枪杀 就在一周之前 该州另一名政客也在他的车中被枪杀 萨莫萨特郡的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现年51岁的拉塞尔海勒是代表米尔福德地区的共和党人 他在早上7点刚过 就被发现 死在他工作的能源公司外的停车场 检方称 警方很快就将凶手锁定为他的同事柯蒂斯 据信 柯蒂斯在停车场接近了海勒 并在他的车外开枪打死了他 几个小时之后 警探们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追踪到了柯蒂斯 在那里发现他身上有自己造成的枪伤 柯蒂斯不久之后被宣布死亡 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警探们仍在努力确定事件的动机 新泽西州州长莫菲也对拉塞尔突然死亡表示了哀悼 他在推特上写道 在这场悲惨的枪支暴力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的思念和祈祷与海勒和他的家人们同在 这是新泽西州在短短一周之内发生的第二起议员枪击案 2月1日周三晚上 新泽西州的塞尔维尔市的30岁的共和党女议员杜姆福 在自家门外的车里被枪杀 当局说 他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有计划的袭击 案件的嫌犯还没有被捕 根据韩国军方8日的消息 北韩当晚8点30分许在平壤市中心的金日城广场 举行庆祝活动 随后举行了大型阅兵 纪念北韩人民军成立75周年 根据朝中社的介绍 阅兵市上展示了多种新型武器 包括战术导弹方阵 远程巡航导弹方阵 战术核运用部队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 北韩展示了多达11辆火星炮17 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车和多辆另一种疑似车展 机动式固体燃料 洲际弹道导弹 北韩劳动新闻在官方通稿中 没有提及该型导弹的具体型号 但是称之为 北韩核武力运用的最新变革 展示了北韩最强大的攻击能力 是北韩核对核 正面对决的展示 路透社指 官方发布的图片显示 当中展出了最少11只可携带核弹头的 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 它被认为是北韩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 据称 射程可以到达美国 韩联社报道 紧随其后的是搭载中远程导弹的 移动发射车 有专家推测 可能是北韩早前曾试射 由固体燃料推动的新型导弹 但未知研发至什么阶段 北韩一直致力研发固体燃料洲际导弹 因为这种导弹比使用液态燃料的洲际导弹 发射时间大幅缩短 也更难被侦测 在昨天突访伦敦和巴黎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飞往欧洲之行的第三站 布鲁塞尔 目的是要求欧盟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 并尽快加入欧盟 泽连斯基周三对伦敦进行了突然访问 他随后前往巴黎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应邀出席的德国总理舒尔茨 连夜举行会谈 在法国过夜之后 泽连斯基与周四和马克龙一起前往了布鲁塞尔 当天泽连斯基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他形容俄罗斯是最大的反欧洲的力量 乌克兰与欧盟正联手对抗 他又表示 相信乌克兰战胜俄罗斯之后 就会成为欧盟的一份子 泽连斯基之后出席欧盟领导人特别峰会 再次呼吁欧洲国家提供更多的武器 以及加强制裁俄罗斯 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部分欧洲国家领袖表明 已经准备好供应必须的武器及援助 这其中包括飞机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强调 必须继续给予乌克兰最大的支援 又指年底将会公布 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度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恩则 透露新一轮的对俄制裁 将涉及总值于100亿欧元的出口限制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